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周回关心农村新闻 我是周博林大比 今天是农的机会吃三 在纪兰关伊山区 用优先经做的方式 做餐的农村 有一些人 现在已经进入一年 一度跟福守雷大墙的市区 如果福守雷 跳边刚才薄下去的房子 去给他吃了料 不过有什么仅仅一部分 不是全薄的人 主要是因为 有人想说 尽量不要相害到餐的生态观景 所以用手 都据福守雷的方式 但是有一些 因为经济面值的面して 现在人ici事很够均的因素 所以会来 把拼战下边 来抑散福守雷 不过拼战下边 这些其他系络 page 一般来说,用人工求福修雷,有法度应付的差不多就是两家的面积,应该说就是准备了。 不过,在我们优先经济的社群,经常看到农民很爱挑战极限, 像越建学习农员,两个女孩做五家庭的水产, 照常是用人工求福修雷,尤其他们的山区是福修雷背骨座上村名的大屋村。 五家庭要求多久,我们不敢想。 不过,他们将围机变成专机,把这些抓到的好收雷拿起来, 甚至贪一些现金,每一次农民做会在三观共交雷, 让人称当时,越建学习农员,更拜都拿冠军。 哦,今天超过一百斤哦! 因为要求雷,农友自己发明的鸡丝也很趣, 没有尝试看,你叫他在参与三尺的鸡丝。 因为用手脚,腰的酸,所以要用好的,较生辣。 有人发明,把这切切的鸡丝的这种鸡丝, 含伸缩棒黏作会。 这样,要让鸡丝更近的鸡, 它才是更逢的,都可以。 做了来好到的好收雷要放到鸡。 这些鸡丝的鸡丝都放在鸡丝, 顺顺手就放在鸡丝。 说实在的,这些鸡丝的鸡丝也不利于鸡丝哦。 做了来就要讲到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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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这些鸡丝的鸡丝,这就是国人的工夫啊。 一般经常用的有法价格的米坑, 听鸡丝的专家说,有人用伺托用的木草粒, 好够最好。 也不过,蠢丝的鸡丝如果太多, 千万会去你以前去乎, 也不然两点钟就会让人吃了料, 因为太好吃了。 另外一种,鸡丝爱吃的好料, 就是精彩的浓民, 在在穿你园子的时候, 那些菜丝如果是等于追缠的四周围, 把蠢丝想出来好够也是好棒棒。 尤其是从菜丝丝丝起来, 那些丝丝丝丝丝丝丝起来, 又把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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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这样又可以继续厚一倍。 你看,这番作率也是不错哦。 其实,鸡丝中要够有一种团说, 好够的要吃香蕉皮。 在台湾的幽生经组这些浓友, 也有人吃过。 唉,不错是不错, 但是自己想要买香蕉来吃都陷贵了, 哪有可能去用香蕉皮输好好够呢? 说到这里, 竟然听隆友说, 它根本不用等治疗去吃, 因为泪太多, 整个餐厨蜜蜜蜜, 青菜乎都有。 唉,这到底是该带它欢喜, 也是艰苦才对。 最后一件事提醒大家, 这陣子, 若是你拔枚, 经过宜蘭云山的水蚕, 看到烘烘的地方, 有很大吃的火金锅在水蚕上背来背去。 千万不要惊, 那是龙友在头上在买药蜜蜜蜜, 因为烘烘蜜蜜蜜蜜蜜, 晚上吃蚕子最怕病。 农民孙蜜, 最怕看到明明长得宝贵蚕子, 只要一枚, 有又要给它吃了了。 所以农夫只好最厉害, 甚至是大厉害, 实在辛苦。 不过大家也不用烦恼说, 这些农夫是不是贴到哪里的产品。 因为农夫的蚕子只有福收蚜, 若是看到当你吃它的蚕子的福收蚜, 比喝咖啡更提醒。 农夫KO福收蚜, 这局算农夫贏。 伊穹新闻由农友刷刷亲, 一边保蚕子一边洗洗念, 喝大米哪听哪便一步送。 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来接受大米奉猛的农夫, 是为台南满岛来的李嘉汉山寺。 说到满岛, 大家都知道了, 这应该是正文端的。 没不对, 现在当是伊娃花开花, 上街清香的时候, 我们先来听看, 他给我们介绍满岛好适合的地方。 台湾农村的小旅行在过去几年来很热门的, 大家可能都觉得稻田里的餐桌很有意思, 但其实慢慢慢慢各地的餐桌慢慢迸发出来了, 甚至于柚子树下也是可以办餐桌。 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台南麻豆5012又意思的李嘉汉, 在五月份的时候他可以推出哪一种特别的餐桌? 是, 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到我们的果园, 你会看到我们果树上是吊挂着小小的文旦柚, 他就是从三月份开花, 然后慢慢地长大, 变成大概是乒乓球或者是柳钉的大小, 那就是象征着像生命的成长, 然后算是一种生命的脉动。 所以在我们五月底的时候呢, 的行程大概会是我们会透过一个产业的导览, 我们从整个产业让大家认识那个文旦, 他这个生命的周程发展的历程, 然后接着呢我们会加入一个农事体验, 或是一个手作的DIY, 那最后呢我们晚上的时候会在果园里面, 然后就在这个果树下做一个树下的饗宴, 其实台湾麻豆不是只有文旦, 我们有同学有养猪的, 有养鱼的, 种芦笋的, 所以我们是把整个麻豆好朋友的食材呢一起汇整, 然后透过这样的餐桌让大家认识, 除了吃到文旦又的产品之外, 还可以认识麻豆在地的这些农友所生产的农产品。 而且你们也可以玩到露营的等级, 对不对? 是, 所以露营也是我们是一一解气, 像三月份的最热门的就是秒杀的档期, 就是三月份的诱花下的露营, 对, 因为整个果园我们是可以开满, 超过百万朵的诱花, 所以那是每年都秒杀, 非常热门的喜次, 那接下来在冬季的时候也可以, 冬季到了果园修园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果园是休养神奇非常清爽, 而且冬天露营也是更舒适的。 不会冷? 不会, 因为果树高大, 然后它比较遮风, 而且冬季的果园的果树是可以任你爬树的, 是可以做很多的体验的活动, 对。 那么听起来就只有采收期, 不要去乱玩而已。 采收期我们太忙。 对, 那这样听起来大家只要记得关键字, 50121有意思, 想露营的话终于有新的地方, 还有新的玩法。 对, 这些增广见闻也好, 还是更认识一个有趣的农夫, 都是很实质的收获。 是。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农村小旅行的时候, 一种定点式的, 可是却是很丰富多元的, 也可以找家汉去报名。 是的。 通常你怎么介绍, 要认识你, 要找你怎么联络? 呃, 就直接上我们的脸书, 5012有意思, 对, 数字5012, 然后幼子的幼, 很有意思的意思, 对。 用你的方式帮我们介绍一下, 5012又意思的, 名字由来是什么意思? 5012是我们的品牌名称, 那就是50跟12两个数字的组合, 所以我回去创立品牌的时候是, 我是第三代, 是阿嬷种下果树的第50年, 是50, 那12呢, 是我们认为果树, 文旦又最适中的甜度, 不是非常甜就最好, 12分的甜度, 我们认为刚刚好, 那也是对土地, 对阿嬷, 对支持我们的朋友, 有12分感谢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5012, 又意思, 欢迎大家, 威言来摸刀, 吹我们泡茶, 谢谢! OB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青农事集onair, 我是大迷, 今天节目来宾, 来了一位大迷的老朋友, 在两年前, 带着米妈故事车, 环岛的时候, 拜访过的, 这位行男, 种柚子的老朋友, 可是他年纪很轻, 他是李家翰, 他的柚子品牌叫, 5012, 又意思,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都耳闻, 或甚至于, 早就爱上了, 可是他很年轻, 他这个, 5012的意义呢, 呃, 代表是50年的老藏, 但他没有50年老藏那么老, 他是1978年出生的, 而12的意思是甜度的意思, 这些呢, 我都记得很清楚, 因为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 我就对5012觉得这个数字太好玩了,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对5012又意思, 这个品牌有印象也来自于, 怎么可以想到一个这么可爱的品牌名称, 但是今天要聊的是, 呃, 从两年前大米拜访过他之后, 又过了两年, 他还在哦, 哈哈哈, 这么说的意思是, 清农嘛, 大家都知道, 要挑战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能够撑很久的话,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样算一算也有七年了, 在台南麻豆, 种植文旦柚, 而且呢, 还陆陆续续发展出自己的柚子产业, 今天就好好的来聊, 他是怎么样给自己找到未来, 还有他是怎么样找到台湾农业的未来, 不过李家翰先生, 你有想过自己是在找未来吗? 呃, 其实我一直在测试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测试? 对, 就是因为农业嘛, 大家知道, 就像我们的田区右边是阿伯, 72岁, 左边是杰公, 82岁, 那当我回去务农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假设我没有去改变, 那我可以预料到我72岁大概就是阿伯的模样, 那82岁就是杰公的模样, 不是是你爸的模样啊, 爸爸走了比较早, 那就会是传统农村的长辈的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但只是说我希望能够改变, 我希望能够在传统的产业里面找到新的机会点, 那新的做法, 所以其实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寻求新的做法, 新的尝试, 对, 七年前回来, 那在那之前你是其实很早很年轻, 今天就主要在餐饮业工作, 在北部嘛, 对不对, 所以餐饮业的管理的那种生存模式, 生存法则, 一回到农村在柚子园里面, 是不是几乎都打破虫来, 打掉虫脸? 对, 就是我最早回去感受到就是以前是主管, 所有的事情我们下面会有很多的干部员工, 一起协助来运转很多的事情, 那当我们回到农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是总管, 也没有人管, 所以你从实际的生产面操作面, 然后到你要做网络行销, 你想要做一些宣传跟曝光,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人要兼具很多的身份, 所以要重新再开启很多学习的方式, 对, 可是以前我知道你在五星级饭店那种管理过一百五十个人以上的这种员工, 那样子能够成就的事情, 那种事业啊成就感, 跟你现在说真的你的原子也不小, 你可不可以讲你现在大概身上担负的头衔, 然后你这种管理方式其实也是应该也是蛮吓人的吧? 是, 我们现在所照顾的这些果树, 我们大概是一甲地, 大概在三百棵左右的文胆树, 那最资深的果树呢, 其实快到六十岁的年纪, 就是阿嬷种下的时间嘛, 那所以我们在, 我从餐饮上可以移植到的经验, 可以复制到我们的传统产业里面, 其实它给我的是一种活力, 因为餐饮业其实是一个高度变化的产业, 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餐饮, 有泰国菜有印度菜, 各式菜系不断的在跑, 那由于这餐饮业的高度的变化, 所以会导致我回到传统产业的时候, 我不断的在思考, 这样的传统产业, 我们可以赋予它什么新的样貌, 新的做法, 对, 从实际的那个生产管理, 从肥料啊, 肥培管理啊, 用药啊, 这些事情能不能去做改变, 或是在我们同样一块场域里面, 除了生产,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失农教育, 可以去做二级的加工, 跟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认识, 我们这个产业跟麻豆这个地方, 那你跟我们复习一下, 那在你接手家里的文旦幼子园事业之前, 爸爸的幼子园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的方式? 是, 然后你接手之后, 现在是什么样子? 是, 长辈他们从那个年代就是比较传统的, 惯性的生产模式, 那所走的通路其实就是传统的, 像批发市场, 然后中盘, 所以其实整个收益来讲就相当的有限, 就是可以维持, 可以养家活口, 就是大概是维持持贫啊, 那当我回去之后呢, 从生产管理面去做改变的是, 我们从以前的全部食用化肥, 我们现在改用有机肥, 然后到现在我们是自己做发酵液, 我们都说是果树的优肉乳, 对, 因为我们就是拿鲜乳, 就是鲜乳下去做发酵, 然后去提供果树做养分, 我们用更自然的方式来做养分的提供, 你的柚子喝鲜乳啊, 是的, 跟我们吃的一样好, 哇塞, 那今年又特别期待, 因为我上一次不知道这个秘密, 是, 还是说你这个胃鲜乳的这个部分, 也是慢慢慢慢自己又去找到的方式, 是, 就是这是, 这几年不断在做调整的一个方向啦, 那尤其像去年开始呢, 我们在田区, 我们分成不同的管理模式, 我们主要是做产销履历, 那产销履历, 我们就是依政府推荐的安全用药去做管理, 那我们可以做到ND, 所以ND就是没有农药的残留, 那去年也更进阶, 找了一个园区, 我们是开始去练习, 去尝试完全不用药, 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更安全的, 然后也是朝着有机的方向去做发展, 当然整个麻豆产区是一个很密集的产区, 我们要做到有机, 其实的确有它的高难度, 但是我觉得是我们重心, 心里面的那个核心, 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 让自己可以更好, 所以在生产面跟长辈是完全就不太一样了, 这也是会不会最大的关要过的? 对,挑战, 尤其是你整个腹地, 其实除了你整个周围, 就是你们文旦这种产业文化包围的地方, 那你自己一个人, 七年前回去要这样子慢慢去试, 试这种友善耕种的方式就已经不容易, 那你现在还是一样执着, 你觉得应该朝向更友善的方式, 或者到达有机的这种目标, 那这些对于整个旁边的这些, 也都是亲戚朋友, 相同产业, 你可能不会叫他们是劲敌, 可是同样都在卖一样的产品, 那这些要克服的问题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除草, 因为我们是做草生栽培, 整个园区都是草, 那刚回去的, 我记得第二年, 那我养了一整片的草, 自己很开心, 然后有一天你外出回来, 你发现我的草全部都死了, 因为妈妈受不了语论的压力, 隔壁的阿伯阿伯, 然后右左边的结公, 他们不会念我, 他们就去念妈妈, 因为他担心我们的杂草, 会影响到他们的田区, 所以妈妈只要偷偷的, 背着除草气去做施杀,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 妈妈到现在也非常认同, 需要去做一个调试, 我们需要给她, 给长辈更多的讯息, 让她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更好的, 是对不管土地, 消费者, 我们自己都更好更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是转变成支持, 所以隔壁的长辈呢, 他都去跟阿伯打架, 你不要再念妈妈, 他这样做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做好隔壁的, 亲戚的友善的工作, 所以我们回去, 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 所以我们, 我刚回去的时候, 从阿伯这公司上学了很多的, 传统的农业技术跟观念, 那等我们长大了成熟之后呢, 反而现在我们可以给阿伯一些, 销售上的建议, 因为的确阿伯他们比较传统, 那对包装, 对分级比较没有概念, 那现在就是我换我们出手, 可以协助长辈的时候, 对, 我们会对于麻豆, 这个文旦佑这么的有印象, 当然是中秋节左右, 都是这个重要的大家品尝的期间, 可是现在掐指一算, 精植才刚过没多久, 佳汉就出现在青龙市集onair, 为什么最近也会有什么出逃呢? 这就是因为佳汉自己一个年轻人的脑袋, 就会把中文旦佑真的一点都不无聊的, 不会只有六七月七八月要忙, 就一整年份几乎都可以规划出很不一样的, 在这个文旦佑的产业上的一些花样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想出的哪些people? 好, 那我们主要是从, 我们原本是从一级的农事的生产, 鲜果嘛, 然后当然鲜果一定会有过剩, 或是会有一些NG的瑕疵品, 所以我们也开始朝着二级的加工去做开发,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果酱, 然后有柚花蜜, 柚子参, 把这些农产品, 我们可以把它的保存期限拉长, 不是只有在九月份才能够吃到我们的产品, 有些产品它是全年性都可以做销售的, 所以这是在二级加工的部分, 那我们在三年前呢, 也开始去做所谓的三级的农业服务, 所谓农业服务就是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高的人,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可以让台湾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有露营, 柚花树下的露营, 我们有柚花树下的音乐会, 然后我们有柚花树下的响宴, 就是把餐桌, 把展场, 把音乐会, 整个移植到我们的果园里面, 让大家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呢, 看到产业, 看到我们的生活, 看到这些有趣的事情, 对, 这个叫三级, 对, 农业的三级服务, 你自己发明的还是本来就有? 这已经是农业里面广为大家知道的一个概念, 大米, 骨肉寡闻, 我就以为, 哇, 这个年少年人出讨这么多, 还一级, 其实就是1.0, 2.0, 3.0, 一直升级的意思, 对, 升级的概念是, 嗯, 尤其刚刚你提到那个, 不管是柚子参啊, 这个, 呃, 文旦柚花的蜜, 对, 以前有这种东西吗? 以前, 呃, 其实花一直都会开, 只是说, 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个区块, 那但是其实药材柚花蜜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 在花期, 花期开始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农人就要去做房子, 所有的房子就是要去除虫嘛, 所以你一开始做房子的时候, 然后, 这些药剂一沙下, 一喷上去的时候呢, 其实小蜜蜂它会死掉, 嗯, 对, 所以我们可以采收柚花蜜的时间, 其实很短, 大概前后, 从花开到十, 只有十天左右, 就要等农人准备要开始做, 那个, 药剂的房子之前呢, 我们就终止了这样的一个采收的工作, 嗯, 所以, 优花蜜的采收量就会比较少, 所以, 大家在市面上几乎也看不到, 它五香荣也那么大的大量去做流通, 对, 所以如果想要吃幼花蜜呢, 可能自己要来麻豆跑一趟, 对, 就只有我们麻豆, 只有小小的产量, 嗯, 那它就是有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幼花就是现在三月份, 是, 会开花的时节, 那, 我一直都耳闻, 这个整个台南麻豆, 在三月份, 就是弥漫着美妙的那个幼花香, 对, 我就没去见识过, 如果说大家听广播听到这里, 你一直点头, 那我真的相信你内行的, 但今天, 呃, 就是趁着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 家汉最近当然也就一点都没有让自己闲下来的, 规划了两场的这个幼花树下的饗宴, 嗯,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你的规划的方式, 是, 嗯, 我们现在, 我们就是一群的, 我们产业的四季, 那第一季呢, 就是希望, 我们把它命名为希望, 就是花开就是希望的开始, 所以会有第一个档期活动, 几月的时候, 三月份, 就是现在是第一季, 第一季, 那第二季呢, 是在五月, 五月是麦栋, 所谓的麦栋就是, 你可以看到花从小小的花苞, 然后每天不断不断的长大, 嗯, 就像女生怀孕一样, 平平的肚皮, 慢慢的鼓起来, 嗯, 那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 这真的当过爸爸才讲得出来的, 我生了三个, OK, 所以在五六, 五六月份的时候呢, 到果园来, 你就可以看到小小的果实, 乒乓球大小, 或是六丁大小, 对, 这是第二, 第二个档, 那第三档就是在采收前, 丰收嘛, 哦, 那丰收你, 那时候来大概是在八月左右, 你可以看到整个挂满文旦的果园, 嗯, 我们最开心, 也最紧张的时刻, 就是准备要把宝宝给, 接生下来, 嗯, 准备送给消费者的这阶段, 嗯, 那, 最后就是在过年前, 十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是, 哎, 代仪叫做, 修养生息, 果树到了年底, 他也要修养生息, 那我们农村的这些农夫啊, 工作者, 到那个时间, 也是我们放寒假的时候, 嗯, 所以就跟着这样四个节气, 希望, 卖动, 逢收, 休捆, 你是说这四个节气都可以办活动, 对, 对, 我们就是一群这四季, 然后都会有平均是一场或两场的活动, 嗯, 我们的果园, 嗯, 认识这个产业, 然后认识我们这样子, 是不是整个台南麻豆只有你这样搞, 就你这样玩, 我真是讲话太粗了, 是, 原则上是, 可是我们也, 这两年也带动了其他的农友, 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期望能够更多的农友, 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农业的推广, 嗯, 在柚子树下, 办这个活动, 然后听听歌, 吃吃, 美味, 料理, 嗯, 然后整个活动的行程, 我记得其实你有时候都还会延伸到整个农村的小旅行, 对, 是的, 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你在好早之前, 你就把闽南语歌王请到你的柚子树下, 对,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transmission搜刺滋事一下, 你晚上的愁一扔, 你可以乱嘗渴, 帮我小心, 不就我宣众。 你去买帘 gluc saúde! 你吃乱叛区用香灵全 מ roku 來穿兩衣 來洗褲子 為咱走的歌 倆的無煩無路少年人回來啦 是真無驕傲 去生我頭一看幾晚 啦啦啦 你是怎麼樣跟這位台語歌王結了緣的 謝明佑先生 對 謝明佑老師 那是在四年前了 那四年前我們在做花季的那一檔活動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是純粹的是比較靜態的 就是果樹下的用餐下午茶 然後做了第一次之後你就覺得 效果很好 但是我們希望他能夠升級能夠改變 所以那時候剛好跟一個同學在聊 他說不知道去哪裡找到一個 完全符合我們台南的聲音的人 然後那個形象 然後他的那個味道 然後他就跟我推薦了謝明佑老師 然後我就上網Google 欸 光聽到他的歌我是整個人眼睛亮起來 欸 就是他台南的聲音 長得又黑有點像外勞 欸 你這樣台南人聽了不開心 不會不會 老師 老師的綽號就叫做OA嘛 喔 這樣子 皮膚就是有黑 是我們台南人的特色 然後呢 就當然我們的臉皮比較厚啦 就播了電話去經濟公司 直接跟經濟公司去洽談 對 然後也跟老師接上了 當然老師也非常願意支持我們 像我們這樣在地的年輕人 在做這樣參與的活動 一口氣就答應了 其實第一次聽老師唱歌完 我覺得被感動的 除了這些參與的來賓 我覺得最深刻的是我自己 因為我是從頭到尾去接觸 整個事情的人 那尤其在跟老師談話之後 他唱歌完我們留下來吃飯 然後我就發現 哇 糟糕 我對於自己的家鄉認識太少 老師他可以談出來的麻豆 台南的輪廓 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所以也因為老師他真的是觸動了 我覺得應該要更往下砸根 對 去更認識自己的家鄉嘛 自己的土地 當你自己都不認識的時候 你的孩子也不會熟悉 對 所以我就花了更多的時間去上 我們在地的一些文史的課程 對 所以會更了解 我去回去了三百多年前 從港口稍微去了解 然後整個麻豆的一個演變 所以老師他開啟了我 應該是說一個非常在地的視野 的一個想法 關於只是種柚子樹 這件事情來講 要怎麼延伸真的是隨便自己 對 真的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忙 也是都別人都管不了你 也攔不了你 是 你會讓自己這樣子很大範圍的 也或許應該是說 你自己都有興趣的去涉獵 不同的包括這種文史的 那還會有什麼 是你也是這六七年下來 你覺得因為不只是種柚子樹 你還延伸你得到的樂趣 得到的樂趣應該是說 我們認識了 因為我們在農業上很努力 那就有很多支持我們的朋友 包括像大米 對 因為他就邀請我們來上廣播嘛 那這是對我來講 你當你非常努力的時候 你身邊會出現很多奇特的人種 我都說奇特的人種 謝謝我覺得當他是讚美 然後呢他就可以開脫我們的視野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了很多不同的的人 他在農業裡面努力 有人用廣播的方式 對 那有人是用實際的生產方式 有人是做通路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些是對我來講 是最大的鼓勵 而且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不過就是在青農的這樣的身份裡面 你又選擇的是 有別於傳統的觀型的農法 然後所以自己經營 自己銷售 然後自己去找通路這些 那我知道你其實心裡面 也不只是想把自己的部分做好 你覺得你帶動整個產業 那種企圖心都還是很強 是 是 所以給同樣年輕夥伴們 不管他們真的有興趣 或者是家裡到底有沒有其他 能夠支援他回去種果樹 種稻子 不管如何 心裡面可能都有一些擔心 是對於通路的擔心 對 你自己在這方面其實經驗 已經越累積越強大了 是 可以分享一些嗎 好 那其實農業應該就是分兩個部分 大家都以為農業就是生產 那生產你只做了一半 因為你生產完去哪裡 這個去哪裡才是另外一個重點 所以我會鼓勵更多的青農 其實應該要更積極主動一點 對 不管是透過電話的一個先行的拜訪 然後有機會去參加很多的課程跟論壇 你會認識更多不同的人 然後跟這邊這些的長輩也好 或是通路有機會坐下來聊天 然後不斷的去交換我們的訊息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可能性 對 所以我也藉著大明的節目稍作呼籲 如果全台灣的聽眾朋友 對文旦這個產業 這個產品有興趣的朋友 我期望的不是你只來買我們家的農產品 其實整個文旦在台灣的產能是非常的多 而且我們自己蠻擔心它有一天可能會自銷 所以我們現在更進一步的是 我們努力在開拓國外的市場 雖然只是我們幾個農友小小的力量 所以我們希望它除了大陸以外 我們希望能夠朝東南亞 比如說香港馬來西亞這些華人 然後能夠接受柑橘類的水果的國家 我們希望能夠朝這個方向去前進 當然我們是生產者 所以我們會做好生產的工作 我們希望有一個中間的同路商或是貿易商 他可以挺身站出來 來協助我們在農業上把這些事情 把台灣的農產品往國際的方向去走出去 不是只有在台灣 所以你也在擴增你的團隊中嗎 對 是的 是的 那方法是什麼 方法 通常就是有錢的就來 這樣子還是 其實我們沒有真的組成一個社團或是公司 其實沒有 但是我們在我們自己住家的周圍 就是同樣我們這個年紀的 其實農友大概有十來位 對 所以十來位就是大概公開五位 然後大家會有在產業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從問題的交流 然後我覺得那是一個互助的精神 對 所以每個農友的生產方式 銷售狀況可能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這幾年下來 其實大家都願意伸一隻手 去協助你旁邊的哪一個朋友 所以就變成我們也不需要 特別的去做一個規範 當然我們期望 我們如果發展起來 我們可以變成一間小小的農企業 是一間公司 然後可以把更有效的 把這樣 Model的文旦這個產業 甚至台灣文旦的產業 往國際去做推廣 這是當然更長遠的目標 對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互助合作 我覺得是農村很重要的工作 嗯 農村很重要的工作 這件事情 最後 我還想請家和我們分享你的農村精神 是 就是 你會拿你們家是三代同堂 一起吃晚餐出來炫耀 這個真的是很令人覺得 羨慕 是 三代同堂 因為你自己現在是三個小孩 對 能夠抓住這樣的農村精神 其實是很難得的 嗯 你自己跟家人這些年來的相處 這種時光 是你之前也想像過嗎 我覺得真的是跟以前上班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尤其像 如果你被公司外拍之後 你在外地 那雖然你也在打拼 你在工作 但是你的家人 有時候就是在你的故鄉 那 所以我之前在外地工作 我工作時間很長 嗯 下班就是回宿舍 那我就乾脆 繼續留在公司 把事情做到更好 嗯 那也 因為時間也到了 所以當你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呃 其實我們家過年都不用吃特別好 嗯哼 原因是 因為我們每天都是跟家人在一起 對 當然 有時候人會說 那你這樣是不是就變得單調而乏味 嗯哼 或許你會感覺好像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你可以每天的跟家人相處 而且 我們一起是在為一個人產業努力 嗯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5012不是只有我在工作 媽媽 老婆 雖然媽媽現在比較不會實際到田裡去工作了 可是她就是我們的後勤部隊 嗯 幫我們接送小孩 幫我們準備午晚餐 嗯 對 這就是一個農夫辛苦回家 中午有飯吃還不用洗碗 太好命了 對 這就是我們的後緣部隊 嗯 那而且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農村的精神 一個非常緊密的家庭結構 嗯哼 你剛剛只講到媽媽的工作 老婆工作還有你 小孩也有工作啊 小孩也有工作 小孩生產線上都沒有問題 包裝啊 分級啊 都都需要他們 太可愛了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 透過李家翰這個5012又意思 可以稍微打開一扇 對於回鄉務農 或者是說對於一個產業投入 他有的可能性的一種想像 是 真的很棒的一幅畫面 而且他 你就是一個超級實踐者 是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進一步認識佳翰 想進一步認識 麻豆文旦又怎麼可以完成這樣子 只要記得關鍵字 5012又意思 柚子的又就對了 對 是的 那今天節目時間很短 我們就先聊到這裡 好 反正我們很會找機會碰面的 對不對 謝謝佳翰 好 謝謝 拜拜 小市集大通路 長期關注飢餓與貧窮的安娜拉佩說 我們每一次的消費就像是一張選票 決定著未來地球的樣貌 每當你聽到農夫市集 會聯想到什麼 覺得農夫好辛苦 除了努力耕種 還要親自販售 偶爾去買一下表達支持的意思 就這樣嗎 台灣的消費者 視野也該升級囉 就像新竹縣新浦鎮的 新農民市場一樣 顛覆你對一般農夫市集的想像 這裡是以農民直銷站的方式經營的 一年可以創造4000萬元的營業額 新浦鎮農會這個新農民市場 是仿照日本的農民直銷站這種概念 讓小農的作物有販售的管道 2007年創建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附近的居民和鎮民會過來買 但是經過口耳相傳 再加上三年前整個展場 重新設計裝潢 幻然一新 口碑好 常常吸引了來自都會區的顧客 但並不是所有小農 都可以將自家的作物 放到這個市場上架的 農會會派人實地造訪小農的生產基地 了解有沒有生產的事實 在種過程 是不是採用友善耕作 通過這些基本查核之後 農民還必須參加相關的教育課程 學習如何在新農民市場的 後台系統上架產品 而且這個新農民市場 不只是個小農販售通路 它更像是早期農村社會的廟墊 可以吸引農友們在這裡意見交流 新竹的這個農民直銷站 除了新鮮直送在地 扭席的農產品之外 還有農產加工品 像甜酒釀啦 眷村家常辣醬 古早味專區 新研發的也很多 像是麵線就分好幾種 米做的麵線 南瓜麵線 還有糙米麵線 幾百種的商品 大米就不囉嗦多做介紹了 大家眼見為憑 不過我還是忍不住想推薦一樣東西 菜瓜布 這真正用絲瓜 菜瓜曬乾的天然菜瓜布 洗碗盤不用沙拉脫喔 這種連阿嬤都想買的好東西 下一次路過新竹 千萬記得別錯過這一站 新普鎮農會的新農民市場 感謝你收聽今天的青農市集onair 想聽到更多有關農村故事資料庫 網路上搜尋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米米之音 我們下個禮拜一傍晚5點11分 空中見 拜拜